第十七集 第十七集 陆西柔柔地说 去酒吧 我还没去过呢 怎么会 赫雷娜问 像这么漂亮时尚的陆西 怎么会没去过酒吧 我家里管得严 超过十点 电话就催个不停了 更是不许我去酒吧舞厅的 陆西一副控诉的样子 要不是我今天提早打了招呼 说不回去了 电话一定早就来了 赫雷娜大笑 那就去酒吧吧 正好 我也没去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酒吧 哎 你说今天不回家了 如果我们晚上不聚会 忙到现在的你 想自己去哪 陆西的脸红了 可能 还是会去酒吧吧 OK 两个女孩做了决定 突然 赫雷娜的手机响了 是沈飞 她接起电话 沈飞的声音传来 我刚从公司出来 我们晚上去喝一杯吧 叫上陆西 怎样也该庆祝一下的 赫雷娜想拒绝 又找不到理由 只好说 我们俩正想去酒吧呢 沈飞很严肃地说 如果没有男人陪着 女孩子最好不要去酒吧 容易让别人误会 发生不必要的麻烦 你们在公司等我一下吧 我去接你们 赫雷娜点头称是 心里却有点怪怪的化学反应 没一会儿 沈飞就打了出租车来接他们 他们坐上了出租车 沈飞输去宫体西路的babyface 赫雷娜突然想起 不是说 娱乐场所两点都要关门吗 司机忍不住插嘴 那是多早以前的老黄历了 要是都两点关门 哪里有娱乐经济啊 看来 这个司机是个能砍的人 沈飞和他聊了几句 转眼就到了地方 夜里开车就是很爽 就没下过八十脉 位于宫体西路的babyface 赫雷娜刚跨进门 热闹非凡 人声鼎沸 歌声聊聊 外面的宁静 与里面的凶嚣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音乐的节奏太快 使人不断地想跳舞 所以很多人都在放开心情地跳舞 所以几乎没有下角的地方 八桃的人倒是不多 所以沈飞想到八桃去 但人实在太多 赫雷娜吃惊地看着 这里各个俊男靓女 而且装束各异 游走日本可爱风的少女妹妹 游走梦露式的性感吊带美女 更有无数的像琳达那样的职场丽人 在舞池中舞动着曼妙身姿 发泄着内心备受压抑的情绪 还有站着的 坐着的 以及靠着墙壁的 他们只得穿过一道又一道的人墙 终于看见八台了 诺大的环绕型八台 穿黑白相间的服务声的头顶 盘跟着树枝样的铁枝叉 枯黄色的八台 渗透出温暖的光线 抬头是红色的小灯盏构成的顶灯 形状奇特自由舒展 还有那面梦幻般的大镜子 折射着光与影的风景 富有东方韵味的镜框 暗示着这个大宫殿的舞会 刚刚开始 赫莲娜和露西 都是第一次来这里 就像梦游幻境的爱丽丝 惊奇地看着四周的一切 沈飞坐在八台前的高脚椅上 Waiter 知华氏加绿茶 沈飞招手叫服务员 试者一丝不苟地将绿茶和知华氏 倒入一个已经放了半杯冰的大扎杯里 对好后给他们三个分别倒掉 赫莲娜拿起一杯大喝了一口 没什么味道 我以为酒吧里的酒 不是这样酒非酒茶非茶的 沈飞笑了 那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酒 其实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有学交际礼仪 其中有鸡尾酒的内容 我对其中的烈甜酒印象深刻 一口喝下 要么很辣很烈 要么很甜很浓 就像职场里的感受 非苦即甜 没有中庸的味道 贺莲娜吼着 因为音乐的声音太大了 非苦即甜 并非是她这种已经不再纯粹的职场感受 沈飞若有所思 知华氏加了绿茶 味道很清很纯 但又透着些成熟感 像是女人的爱情 时而纯得可爱 时而又老到成熟 但仍是各有各的存在 就像卡琳娜和自己 她爱自己 但是那种爱自己又承受不来 或者说自己想要的女人 并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 作为一个想成功的男人 不想让别人看清自己 又不想自己成功得太辛苦 这种纠结一直缠绕着自己 无法释怀 更没有出口 沈飞摇头叹气 唉 你的理解太简单 不过 给你点一个你形容的 说着 她打出响指 维特 一杯冰火两重天 逝者立即去准备 没一会儿 就端上盛着 砌成圆锥的 蓝色冰霜的马提尼杯 又切一片小小的柠檬 并且在柠檬上放一小勺红糖 小心地将柠檬放在圆锥的顶部 往柠檬 往柠檬 临上五毫升的百加德151 取出打火机 点燃了柠檬 又切了一小片青柠皮 用它对着燃烧的火焰 清紧清明之 赫莲娜看到了微小的火星在跳动 感觉就好像是在燃放小小的烟花 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妙 等柠檬上的火焰熄灭 试着让赫莲娜 取下柠檬轻咬一口 她一言做了 可真是又甜又酸又辣 赶紧吸了一口酒 这一回可不是自己的眼睛 而是自己的味蕾 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冰火两重天 赫莲娜沉默了 所有精力都涌上心头 沈飞也沉默了 她默默地看着安静下来的赫莲娜 一种奇怪的感觉闪过 自己的心没来由的一尘 露西看着酒吧里的灯光 朦胧地有些暧昧 像雾像雨又像梦 灯光里的那些脸看不太清楚 难过的微笑的苦恼的 都可以经由想象 把她们想得很美 那些在酒精音乐里悄悄释放的心 寂寞的 放纵的 抑郁的 或者哀怨的 也都可以让人感觉到 一种静静散发着的凄美 有点不真实 有点不一般 让人在不知不觉中 闻到别样的味道 周一的早上 赫莲娜带着出差的行李来到公司 首先将准备好的总结报告给了琳达 琳达看了惊讶不已 你不必把那个意外写上 而是要放在心里 那个意外已经成为你特意设计的环节 大家都很满意 我也希望你能继续发挥这种小机制 去做更多的案子 听了琳达的话 赫莲娜感到她态度的转变 自己终于被琳达认可 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 赫莲娜的眼睛浮起了雾气 历会上 赫莲娜和露西得到了斯带拉的表扬 继而 斯带拉又宣布了一个消息 春节过后 公司一年一度的海外培训又到了 这次是去美国芝加哥的总部 学习三个月的机会 希望你们几个新人 加倍努力 争取这个名额 露西也有机会 听到这样的消息 让几个新人都兴奋不已 只是有人表露出来 有人深藏不露 回到座位上 赫莲娜接到了卡琳娜的电话 我看到了几份报纸的报道 非常好 对你的这场发布会 我很是满意 明天 就将钱 画到你们的公司的账上 接下来的上海广州 两个城市的活动 我相信 你会做得更好 天哪 这次发布会的预算 是琳达和沈飞做的 足足有95万 而一开始颇有微词的卡琳娜 竟然能这么痛快地结账 让赫莲娜对卡琳娜 刁钻的形象定位 有了改观 财务的米切尔 给赫莲娜打来电话 把你们这次发布会所用的 所有费用单据整理好 让琳达和斯戴拉 签了字给我 路西承担了这个工作 她将厚厚的单据 分类整理好 拿去分别签了字 送到米切尔那里 赫莲娜则忙着核对 媒体名单 以及确认发稿日期 现在没借的瑞贝卡 把收集来的样报 和网页刷屏记录 给赫莲娜送来 看着这些报道 赫莲娜心中的满足感 和骄傲感 油然而生 靳小丝在茶水间里 遇到了赫莲娜 现场的气氛不错 可以称得上 是一场完美的发布会 靳小丝充满真诚地说 看来你这个对手 先添了一份好的答卷 我要努力才能赶超你了 赫莲娜举起自己的水杯 和她的碰了一下 谢谢你能这么说 其实我是想得到 琳达的认可 要知道我在她心目 可是和愚蠢话等号的 靳小丝笑了 心里却在狠狠地咒骂 这个胖女人还真是命好 这么大的发布会 能做得如此到位 却还没得到 什么有效的外界支持 算她有运气 她骄傲地碰了杯 下一个竞争 就是那个培训的名额了 说完 靳小丝转身离开 心里给自己下了命令 那个名额 自己一定要争取 绝不能旁落 赫莲娜摇摇头笑了 其实自己 早就不想和她争什么了 但是自己也不能 表现得太菜了 回到座位上 前台拿着快递送过来 赫莲娜道谢 看到快递单上 林燕的名字 心里很高兴 打开快递的盒子 里面还有个漂亮的礼品盒 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个精致的魔方 竟然是不同颜色的 玉石贴面的 赫莲娜心里一阵悸动 虽然不是自己 非常想要的面具胸针 但是魔方 是自己和林燕 共同的喜爱 晚上七点飞上海的飞机 赫莲娜在下午四点三十分 离开公司 来到首都机场 后机的时候 自己拿出那个魔方 熟练地玩着 她的记忆 让周围的人 不自觉地多看两眼 其中一双深邃的眸 看得最为惊艳 上海和广州的活动 非常顺利地结束 一周后 赫莲娜回到公司 刚到公司 琳达就叫她去小会议室 赫莲娜坐下 琳达递过来一个大信封 这个是这次项目的奖金 卡琳达特意又给了你额外的一笔 希望你能在明年更棒地为他们品牌做推广 赫莲娜很意外 接过这个厚厚的信封 这里面承载的是信任 是奖励 更是认可 琳达看到赫莲娜的眼中 涌上泪光 心中不禁感慨 当年的自己 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自己策划的第一个活动 永远是硬刻在脑海中的 她笑了笑 收敛起情绪说 我认为 通过这次品牌3D的发布会 使你的策划能力和执行能力 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但是 我认为你的沟通能力还有所欠缺 希望你能在这个方面下些功夫 赫莲娜点点头 这次的客户确实很好沟通 虽然卡琳娜有些刁钻 但是 由沈飞和琳达 还是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我想让你进M组 接一下这个本土化妆品牌的案子 这个品牌的老总 在业内口碑并不是很好 他们品牌的市场部经理 更是个不好接触的人 但是他的产品 在本土品牌中 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所以希望你能通过和他们的接触 增强你与人沟通 沟通的能力 赫莲娜点头 嗯 我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锻炼的机会 琳达笑了 吃完午饭 赫莲娜利用午休时间 看了琳达转给自己的资料 果然 这个客户是个难缠的角色 琳达正好走过来 看到她在看资料 然后对她说 你再仔细看看资料 对她们的品牌 也深入了解一下 下午两点 和我一起去她们的公司 谈冬季新品的推广 好 赫莲娜娜有些兴奋 1点1刻的时候 琳达和赫莲娜从公司出发 琳达开着车 M组客户的公司 在双安商场旁边的科技会展中心A座 对她们的推广 在双安商场旁边的科技会展中心A座 在双安商场旁边的科技会展中心A座 在双安商场旁边的科技会展中心A座